下班後深夜時刻 獨自騎著機車到偏鄉 鑰匙們穿梭大街小巷 找尋地址 辛苦送藥 狗狗看見陌生人 將鑰匙誤以為是壞人 大聲吠叫 或者追著跑 無論刮風下雨 出大太陽 鑰匙們無私付出 卻遇上不少困難 不過在未來送藥時 穿上這件背心 也能增加辨識度 穿著這件的背心 讓一般的民眾知道 它是送藥的鑰匙 我想在整個送藥的過程中 會更順暢 白色背心 背後有隻可愛的小蜜蜂 漫畫家蕭妍中深受感動 以勤勞忙碌的蜜蜂為構想 幫鑰匙們設計專屬LOGO 並由玉山銀行 仲達製衣廠等企業 贊助製作成 送藥小先鋒形象背心 我是在半天的時間之內 就完成了這個LOGO 因為不希望耽誤到他們的時間 希望說 這些辛苦的藥師們 他們穿在身上 能夠打起精神 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人 是輕症 在家照護 他沒有辦法到藥局去拿藥 我覺得這些藥師們 真的是愛心的天使 新冠疫情肆虐兩年多 開始實施輕重症分流後 送藥重彈落在第一線藥師們身上 全國超過2000家健保藥局 都投入送藥到府行列 完成的送藥劍數 更超過了4萬劍 藥師們撐起民眾用藥需求 期望未來大家 看見穿著小先鋒背心的他們 能夠給予更多友善溫暖 八達新聞正是王明賢採訪報導 鎖定八達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